这是一把来自德国的Herkwork斧头 作为世界顶级斧头和领业工具制造商 Herkwork于1844年由赫尔斯伯家族的一名成员在德国成立 发展至今 Herkwork已经被公认为世界级优质手工斧头 Subscribe to my channel and also press this bell icon Herkwork出品的每一把斧头都是在开放模具上手工单独断装而成 其产品符合严格的德国DIN制造标准 斧刃的弱势硬度保证在47到56之间 刃口不超过30毫米 从斧头被锤记的痕迹和斧柄腐烂的程度来看 手掌修复的这把斧头年龄也不短了 将斧头和斧柄拆开之后 接下来进入修复的环节 首先给斧头进行喷刷 清理掉表面的嗅迹和残留物 所使用的磨料是中干预 喷刷的原理就是利用压缩空气 将磨料高速喷射到弓箭表面 通过冲击和切削的作用来达到清洁弓箭的目的 现在喷刷完成 大部分的修计都已经被清理掉 我们的表面被订阅到我的频道 还依旧存在一些设计 请订阅确认再被斧头进行电脚出销 使用盐水作为电脚容液 可以增加导电性 现在电解除销完成 骨头上面的销剂都已经清理干净 球长并没有准备将两个面都处理成镜面的效果 而是打算保留被销死的痕迹 但头部需要进行修整 而边缘也需要将它打磨光滑 先用错刀给头部进行规矩于打磨 接着再用撒带机将头部打磨光滑 拔磨光滑 然后数据事集结果 只需要用干刷做一个清理即可 将浮衍清理干净之后 用挫刀进行修边的操作 接下来开始处理辅刃 辅刃缺口非常的多 需要进行规整 先用马克笔做好标记 这样在打磨过程中可以起到指示的作用 球长并不打算用电动工具去进行打磨 而是选择直接用手搓 以斧头的一端为中心点 用挫刀以虎线方向打磨辅刃 接着再不断垫高中心点 做进一步的打磨 现在斧刃部分就处理完成 接下来给斧头端做一个保护 然后再去进行二次喷烧 以得到均匀的外光 刃刃完成之后 酋长先用拖子剂给斧头做了一个清洗 去油拖子 接着再给斧头的两个面积形冷发蓝的处理 目的是为了做一个反秀 同时也是为了改变外观的颜色 处理完成之后再进行油可以提高发蓝的效果 24个小时之后 用干屎龙给斧头表面做一个轻微的打磨 以减少发黑的效果 得到复古的外光 斧刃不需要进行发黑处理 先喷涂一点WD40 然后再用沙子将斧刃部分打磨出来 头部也是进行了同样的处理 那么完成之后再抛光 以获得镜面的效果 那么现在斧头就处理完成 接下来开始制作新的斧柄 球长选择用刺槐木去进行制作 项目作为装饰 刺槐亦被称作金刚油木 原厂于北美 坚硬耐腐蚀 刺槐的手感非常的出色 摸上去细腻光滑 而且颜色非常的经典 通常为金黄褐色到古铜色 并且刺槐天然的纹理清晰美光 雪面花纹更是精美 先采取好合适的长度和厚度 接着用抱床加两个面抱屏 再去制作火柄的形状 再去制作火柄的形状 然后再用两块项目 去给浮冰尾端进行装饰 用木工胶粘连好之后 接着用木工胶固定24个小时 与此同时 球长开始绘制浮冰的形状 方便接下来去打造火柄的头部 位置跑形状 接着用刮刀去打造头部的造型 具体的造型还是得用搓刀手工去搓 接下来用铅笔给浮冰液抹一下 然后套上浮冰打散气候 以完美的契合尺寸 接着再去打造浮冰尾端的形状 在制作刀饼浮冰的时候 这些顶级大神都喜欢用手工去搓 只要是方便控制及时做出调整 最后再去打造整体的形状 打造好造型之后 用刷子将表面打磨光滑 给浮冰喷吞一点水 让木头纤维暴露出来 接着继续用刷子将整体打磨光滑 现在浮冰表面已经足够的湿滑 接下来给头部开一条槽 方便后面打一个木蝎子进去固定 现在先将斧头和斧饼固定到一起 接着再去制作木蝎子 球长同样选择了项目 这样可以首尾呼应 先进行裁切与打磨 接着抹上风蜡做一个保护 给斧饼头部打入木蝎子进行固定 剧掉多余的部分 然后给两端都打磨光滑 接下来用磨刀时将斧头打磨锋利 这个是横墨剂 给普任做更精细的打磨 最后给斧饼涂上奥底油做一个保护 他们这把古洞的手里口就要全部修复完成 对比一下修复前后 修复之后偷偷的变成了一件叶术 非常的漂亮 但是大家在加钱 这次有个保护的水盆 是你在下来的 我现在就走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